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登登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是 我們完全沒有試過 今天第一次試的影片主題 共享快樂系列 沒錯 因為呢 就是我常會收到 廠商的愛戴 謝謝各位 乾爹乾媽 對我的愛 感謝各位 既然各位乾爹乾媽 如此的愛我 那還是幫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 我跟你們講喔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這個影片沒有你們的事 這個影片的主角不是我 因為呢 我等一下會一一的開箱完 然後我會把我自己 真的有一些東西 我還是很想要留下來試試看的 我會自己就留下來 那如果我已經有了 我還沒用完 或者是 欸我已經用過了 然後想要分享給別人的 我就會把它留下來送給你們 OK 那我們現在就 直接來開箱囉 好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 嬌欄乾媽 我跟你們講 因為呢 其實這半年呢 我搬了工作室 然後 其實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寄到我的工作室 然後 我跟你講 自從我家大掃除之後 我現在是有非常嚴重的潔癖的 我就是要繼續保持下去 我跟你講嬌欄乾媽 這禮物送的不會錯 他們每次包裝的 就是這麼的漂亮 這個禮盒呢 是他們的口紅系列 然後呢 口紅 這幾個顏色 我看起來 我覺得都蠻美的 因為其實嬌欄之前的口紅 我自己覺得 有一些是看起來太成熟 但他這次都是那種 比較粉嫩的顏色 但這個顏色我有了 這個顏色呢 可以送給大家 愛的小袋袋呢 就會把我已經有 要分送給大家的禮物放進去 然後我跟你們講 嬌欄的口紅呢 最最讚的地方就是 他們會有這種超漂亮的殼 欸 抱歉 這個大理石殼 我可能要自己私藏 Sorry 但是其他的會送給你們 然後 其實他這個皮質的 我有了 我就送給大家 登登 但是香水呢 我本人已經有很多罐他們的 但這個好像是新的 而且他們的瓶身很美喔 粉紅色的 我之前最愛的是那個 橘色的 如果你比較喜歡甜一點的味道的話 這罐你們可以 可以去櫃上試圍一下 這罐送給你們 我已經有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呢 是小CK送給我的 我跟你講包裝的超漂亮 哇哦 包包耶 這個是520的限定禮盒 很美 但是這個包包 你們可以去逛一下 還有沒有 這包包還蠻美的 小CK的包真的是便宜又耐杯 手鍊 然後吊飾 它都掉在這邊 你可以掉在包包上 然後包包是這樣子 有一個提把的 謝謝小CK愛你們喔 好接下來呢 是我最愛的卡絲 卡絲真的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我非常愛吧 而且他送我這包包也太可愛了吧 上面還有印Alice 謝謝各位乾爹乾媽這麼會包裝 抱歉各位 欸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給你們 這個這一罐就是這一罐 我跟你講我上次去美國 我介紹的是他的法育 但是我跟你講是清爽型的 就是他有分一個是 粉紅色的罐子 跟這個是透明顏色的罐子 透明顏色的罐子超好用 是我之前去百貨公司逛街 然後我拿到試用包 我回家就洗 我跟你講喔 真的大概三天沒洗頭 你頭還是超乾的 但我不是鼓吹大家不要洗頭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這一罐洗完 真的超讚 就是那時候我用完試用包 我直接在MOMO買了6000多塊 那時候呢卡絲的乾媽還沒愛上我之前 這一罐拜託你們一定要買 然後 這個就是我現在用的這一罐 就是他的那個精華液 我去美國都是用他 然後我覺得頭髮感覺有變多 然後還送了一個可愛的髮圈 好適合我現在喔 全新的皇家滋養頭皮精華 這也是可以天天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髮尾的滋養油耶 新的部分我就先保留下來 因為要幫大家試用看看 再加上卡絲真的是我的小寶貝 我的心頭肉 接下來 喔這就更不用說了 他們的最頂級的黑鑽系列 黑鑽系列呢 這個也是我介紹過超多次的 這個系列也是我平常有在用 而且他這次還送了一個 這是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專屬黑鑽頭頸按摩棒 這有點像刮沙棒 所以你可以這樣刮這個頭 欸很舒服耶 謝謝卡絲乾媽愛你們喔 接下來我們來一下我們的彩妝系列 這系列呢 也要特別謝謝妹比林乾媽 他們常常的想到我 所以有新品啊 或是好用的東西都會寄給我 欸 這裡還有一個計時器 以後我們有計時器可以用 他寫挑戰10秒完妝 眉毛乖乖 妹比林的氣墊眉粉筆 那妹比林的眉筆之前也介紹過很多次 有興趣可以去我IG看看 有詳細的介紹過心得 這個一樣留給大家抽獎 妹比林還有一個 這邊 這個叫什麼 蜜桃唇愛情人 讓我們來立刻開箱 哇 哇哇哇哇 非常非常多支 這個呢我之前有用過 我有其中一支 我覺得888這個顏色非常美 這個顏色 它有好幾個顏色 那因為它上面都有包膠膜 還是我們就這盒直接送大家 因為這個顏色我都有了 好不好 這一盒 送給大家 來 謝謝我們妹比林乾媽 妹比林乾媽 就是這麼可愛 還有一個水杯耶 好Q喔 然後這個是什麼 喔眼唇 卸眼唇的 然後還有三罐他們的這個 CC霜 那這個一樣 我們也是一組送給大家 我把它包成一個袋子 這個我跟你們講 之前很多 我有看很多KOL 就是我周圍的朋友 他們都有 就試用過 這個呢 它的底妝真的是 它可以當成裸妝 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 或是學生 你基本上沒有在這麼常化妝 但是你需要一個臉打底的 這個就蠻適合的 然後這個再來 欸 不好意思喔各位 這個也是我本人的愛 這個睫毛底膏 抱歉我本人是需要滋留 這個 超霹靂好用 而且我跟你講 它一支可以用的好久 它刷起來呢 是會有根根分明的睫毛感 來 讓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睫毛 我今天的睫毛夠近嗎 就是根根分明的束感 我自己呢 就是一定會先擦一層這一支 有點淡粉色這一支 然後再去混搭其他的睫毛膏 不管是哪一排的睫毛膏 我覺得刷起來真的 它都會變得一束一束 超讚的 那這一支呢 我本人已經有了 然後這個就送給你們 來 放進我們的共享快樂小大大裡面 這個是呢 我很愛的黑眼圈插插筆 你們用過嗎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 開架算是 排名前三名好用的 那個遮瑕 重點是它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個人都是會用 一支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遮在我的黑眼圈 然後比較淺這個 你可以塗在淚溝 跟法令紋的部分可以打亮 然後我的遮瑕剛好沒了 所以這兩個呢 我可以留下來 然後另外呢 送給你們 然後呢 這個粉底液也是非常推 推薦過很多次的 平價粉底液很推的 FIT ME系列 OK 來 送大家 聯名的可愛小袋袋 Sorry喔 這個我本人是需要自留的 欸 我跟你講 收到這種小物 我個人就是會開心 你看 這樣子可以裝相機 CUTE MAKE UP FOREVER 登登 他們的蜜粉 真的也是 super好用 蜜粉我就留給你們抽獎 因為我個人還有一罐 還沒用完的 這兩個蜜粉呢 讓你們看一下 它裡面都是 它裡面就是有在附一個小粉 小粉撲 他們的蜜粉 真的很好用 就是 可以非常定妝 而且不會乾 來 放進我們的愛的小袋袋 好 接下來進行到我們的 資深堂乾媽系列 來 最先開 先要開這個 我這個人什麼都可以不用 就是要可愛 這個呢 是馬來摩 跟他們聯名 應該是百優乳霜的聯名 欸 是耶 百優乳霜你們有用過嗎 這乳霜非常好用喔 這個乳霜就是我覺得各個膚質都可以用 然後也不會有奇怪的味道 然後又蠻滋潤的 很Q的行李袋 送給大家 然後包含這個乳液 接下來 登登 小紅瓶系列 這個也是我萬年必用的 而且這個是 之前的它的可能是聯名 我跟你講資深堂真的超可愛 他們很會聯名 你看它上面會有這種超可愛的包裝 超Q 來 送 這個是 魔物唇膏筆 然後它出了新色 看一下 欸 這顏色蠻美的欸 感覺好像蠻適合我的 而且我告訴你這個 這支口紅的就是唇膏 它超滑溜的 來 這支唇膏 一支我滋留 一支送你們 但是我沒用過喔 我剛剛是試在手上 所以你們剛剛看的 如果打開的人 不要以為它是被我用過的 它就是 我剛剛試色試在手上的 再來呢 是歐蘇丹啦 歐蘇丹的禮盒 永遠都是這麼美 歐蘇丹也是 就是你知道在交換禮物啊 或是在 就是送東西 送禮盒 像比如說朋友生日 入處禮 我的首選真的會就是歐蘇丹啊 沙蹦啊 揪馬龍 這種比較香粉 身體類的 好這個是他們的沐浴油 這個是比較滋潤一點的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應該是他們的乳霜 這個是杏仁身體保養的 那這個呢 就一樣保留給你們 再來 NAS呢 我們也是有介紹過很多次 包含他們的腮紅液啊 他們的彩妝 哇 我跟你講收到這種彩妝真的都會超開心的 而且 你看他們就是外面這個包裝很可愛 這是他們的 裸光蜜粉餅 這個蜜粉餅很好用 喔 這個聽說 我跟你講 這個粉底露非常好用 我之前就也蠻愛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 他有一個 之前有一個缺點 我不知道他現在改了沒 他之前就是這個用久了 他自己會黏黏的 我跟你講 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任何的缺點 但是這一罐非常好用 送你們 這一罐 因為我本人的還沒用完 這個是 粉餅 這個我沒有用過耶 這個是他們新的嗎 因為我之前只有用過他們的這個 方形的這個裸光蜜粉餅 他現在有這個 圓形的耶 這個好像可以留下來試試看看 但他這個材質我也是有點為怕 他會不會變黏 希望他已經現在不會了 不過除此之外 NAS的定妝真的沒話講 再來是眼影盤的部分 這個 眼影盤 你看他上面還有NARS 但這個顏色呢 我個人已經有很多 類似大地色 上次有一盤NARS的 比較多色的 我已經有了 所以這一盤呢 留給你們 送給大家 抽獎 再來這是什麼 希望是他們的妝前乳 他們妝前乳超好用 是 我跟你們講 就是用這一條 他這個妝前乳真的好用到爆 因為他是有一點點亮亮的 會有點蜜桃色 然後他之前沒了之後 我一直要去買 但我就還沒去 我現在用的那個妝前乳也是他們家的 但是呢 是 比較透明 但他這個是有一點亮亮 打亮感 但他上上去是 透明沒有顏色 可是你的臉會有點 自然的提亮 他上面有點微珠光感 清無味裸光妝前乳 這個超好用 這個 我比較自留 但是你們如果要買妝前乳的話 這罐推薦給你們 好 NAS的遮瑕蜜 我本人也是用光很多支了 這遮瑕蜜呢 一樣的把它留下來 但這個顏色是比較亮的 所以是 在淚溝的跟 法令紋部分打亮的 哈囉大家 接下來是我們的 KOSEGAMMA 真的謝謝KOSEGAMMA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們一代一代開好不好 這個呢 因為我現在還有在服役中的防曬 所以就先送給大家 共享快樂 這個 定妝噴霧化妝水 欸這好像有點厲害欸 定妝噴霧 因為我現在的定妝噴霧 一直都是 MAKE UP FOREVER的 然後 好像可以來 試看看 這個怎麼樣 這個好像也可以用今天 開箱的 東西 到時候我們來化一個妝 這一罐我就先留下來 這一代裡面呢 滿豐富的 什麼都有 一個是指甲油 這個部分呢 指甲油的部分 我就送給你們 因為我現在都有 長期在做指甲 所以呢可能 竖甲的時間比較少 顏色都滿美的 是很基本的 就是這種裸色系 一樣共享快樂 然後另外一邊這個呢 是唇蜜 唇蜜的部分呢 因為它有滿多顏色的 那我個人就留一個透明色 它是有這種 珠光亮面感的 然後呢 它擦起來會涼涼的 我還滿喜歡的 擦起來會有點 薄荷感 然後有其他三色 一樣送給大家 喔這真的是眼影富翁耶 Visei的眼影也是超好用的 而且 它這顏色都超級日系耶 我們真的可以用今天開箱的東西 再拍一集 來再來我跟你們講 KOSEi呢 有一個東西我一定要分享 就是這個 它長的就是這麼漂亮 冰雪奇緣感的 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粉餅 這個粉餅 我前面應該用了兩三年以上 是有一次Lina就是搬家 她送我的 然後我一用我整個愛上 你看它的包裝 這個是改版過的 它之前的包裝比較深一點 然後我是用到它整個已經 就是最後見底 然後粉裂開了 它的粉質超級霹靂無敵細 而且它現在上面還印花超美 然後它的粉撲呢 非常舒服 最讚的地方是 它這個盒子裡面 有附一個這個比較膨的粉撲 然後跟一個比較扁的這個粉撲 超完美組合就是這個 欸確定耶 確定要這麼漂亮耶 YSL 這個呢 那時候我人是在美國 所以現在才看到 有那個仙人掌精華 然後還有他們的粉底液 據說他們的粉底液 因為之前 剛開始很久之前我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比較乾一點 但是後來它改版後 很多人說超好用 這一罐呢是 二哥最愛的粉底液 然後還有他們的口紅 欸他們的口紅現在 包裝也太美了吧 你看他們上面是直接 這個是立體的耶 喔這個就很是我的顏色 這種有點 裝紅色 那這隻我留下來 一隻呢送給你們 OK再來呢是香提卡 大家還記得這個牌子嗎 之前我有用過他們的 氣墊粉餅跟粉餅 他們的底妝真的也是 非常高級 然後它的整個品牌 都是用那種 比較天然的 的成分 這是一個鏡子耶 自然肌膚清底妝 所以它這個是清底妝 它不是隔離乳 它是直接一罐就可以 當成清底妝 這個我們保留下來用看看 因為這個 好像要上臉的話會比較準 欸但它這個腮紅 我就必須滋留了 你看它超美的 欸不可能 我剛剛滋留的東西 已經完全可以再拍成 兩集 Get ready with me吧 好的謝謝大家收看的今天 共享愛的系列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最重要的是呢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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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乾爹乾媽的愛戴 小的真的感激不盡 能被大家記得 真的非常幸福 然後有新的東西 或者是有好的東西 都會想到我真的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是 一直陪在我身邊的你們 就是鏡頭外 在看影片的你們 喜歡的話呢 幫我留言 就是你想對我說的話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 我會把你們的留言看完 拿抽出幾個 不過如果這一集 沒有抽到的人 也沒有關係喔 因為呢 我們這個影片系列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會一直做下去 希望大家都能收到我滿滿的愛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